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加入一些人工的掌声可以没问题 全场都沸腾了 太燃了 所以我们很幸运在科莫多正式发售之前 找到了国外的一位友人 借了我们12个小时 给各位做一个基本的上手 完整的评测恐怕得等国内开售 我们再来给各位做了 所以说我们先来放一点样片 然后再来讲一讲 使用科莫多的体验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我们先不说别的 科莫多的外观 尤其是这个暴风冰的白色款 还是非常酷炫的 整体的设计非常硬核 就是一个四四方方的盒子 然后加上一些基本的接口 还有按钮 左侧有个CFAS 2.0的卡槽 然后前面有个加能的RF卡扣 屁股上是两个加能的BP电池扣板 然后顶部再有一块屏幕 这基本就构成了科莫多的机身本体 相比RAD那些大机器的全模块化设计 科莫多可以说是更趋向于一体化 就你可以买来就用 不需要去增加别的模块 但是它也留了一点模块化的可能性 比如说这里这个触点 你可以装上一个官方的手柄 直接控制录制 那将来也许你也能用这些触点 做更多的事情 应该是非常可能的 那科莫多最让我惊喜的 其实还是它的体积和重量 就视频上很难呈现 但科莫多真的非常非常小 也很轻 重量在900克左右 那给一个对比的话 就是松下的SEH的重量 是1050克 RAD双子星是在3.6公斤左右 所以说科莫多的重量 加上这个很小的体积 我觉得甚至平时可以带在身边 用来扫接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它顶上这块屏幕 其实很像以前早期的那种胶片 摄影机 就那种腰屏取景的感觉 就一低头就可以拍 就相对来说会比较隐蔽一点 然后它本身的这个屏幕 虽然没有这么大 但是分辨率也优秀 你用它来取景 是肯定没有问题的 你用它来对焦的话 只能说就凑合 但是为了保证不翻车 我建议各位还是在顶上 装一个监视器 会稍微好一点 就科莫多这个屏幕的核心作用 其实还是用来做交互 相比RAD别的这些机型 那些非常昂贵 两万块钱一个屏幕 科莫多的这个屏幕 响应速度 要比那些屏幕要灵敏太多 就用起来总算是像一台 2020年应该有的 这么一台摄影机的样子 就菜单现在也全部重新设计 交互上还是非常舒服的 光圈快门 ISO都很直观 然后它顶上会有 这么一小条状态栏 告诉你机身的各个状态 还有信息 那如果说你不想用触屏 也可以用边上的按钮来操控 这些都是比较基础的东西 那一个让我觉得 比我想要有用的功能 就是它的手机APP 就现在你可以装一个 叫做RAD Control的这个手机APP 然后就可以直接连上科莫多 能够实时看到它的画面 还有所有的参数都可以修改 这比在一个小屏上面调整要舒服很多 所以我们测试的时候 就直接一个人拿着手机 在边上帮忙调整曝光 掌机只需要管移动 或者说构图就可以了 现在这个APP的图传 还稍微有这么一点调增 只能希望之后RAD能够更新一下固件 把这个传输的稳定性再给往上给提一提 应该就会变得非常好用 所以说结合科莫多的这个轻量化的机身 用一台如影S应该是可以直接挂载 然后再搭配上它的手机控制 其实我觉得用来做车拍 或者说这些特种的固定的拍摄 应该会是一个很好的应用场景 然后假如说你想拍一些延时的话 其实还是可以的 RAD允许你把帧率降到1 或者更低来是一些延时的效果 也是可以在机内完成的 可惜在测试的时候我们并没有稳定器在身边 就没法做移动的延时 还有稳定器的挂载测试 就得等以后再来试这个解决方案 就这次RAD为科莫多选择的存储方案 是CFAST2.0的卡 就虽然仍要几千块钱一张卡 但是好歹不是RAD垄断的存储戒指 比RAD这个minimag还是要便宜很多 速度也会快一些 那至于供电的话 RAD用的是佳能的BP系列电池 这也是我没有想到的 它一次可以装两块 支持你在不关机的情况下更换电池 让我们比较吃惊的就是 两块佳能的BP975电池 能够让科莫多运作6个多小时 也就是说一天的拍摄 你基本上只需要换一组电池就足够了 这个还是非常非常好的 那讲完了这么多使用体验上的东西 我们再来看一看画面本身 就科莫多的传感器是一块S35的6K 全域快门传感器 这是包括我在内很多人都没有想到的 就是RAD居然选择了全域快门 那简单来说 就是现在市面上绝大多数摄影机 都是使用的滚动快门 也就是说画面是逐行扫描出来的 在正常情况下 只需要扫描速度够快就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当你一旦开始拍摄具有很多的震动 或者说闪烁的画面的时候 滚动快门就会构成各种伪向 那比如说这种画面甩动太快 导致扫描的速度跟不上 就过成了这种弯曲 把你拉成一匹马 变得像一个果冻一样 这就是果冻效应 那你想要深入了解这块知识 可以看我们以前的这期节目 就简单来说 全域快门一次性扫描 整一个传感器的所有的这些像素 就不会有这些问题 就无论是闪烁的灯光 还是你快速换动 你的画面都应该不会有任何的尾向 那对于快速的车拍 或者说有很多这种甩动镜头的画面 这个设计应该是能帮到你很多的 然后这块传感器在科目多上 能够记录的规格 最高是6K的40帧 稍微裁切一下上下 变成宽幅画面 你可以记录6K的50帧 然后4K你可以到60帧 2K的话你有120帧 就这么说 就是要是有6K的100 或者说就不说6K的100吧 咱就有4K的100 那就已经太好了 就我觉得超级超级爱 这台摄影机 就可惜科目多就只有6K40 或者是4K60 就这是我觉得比较遗憾的一个地方 就毕竟现在EOS R5 然后HS3 都已经有4K120帧了 但科目多没有 如果说你不是很介意高帧率的问题 那我觉得科目多呈现出来的画面 你是不会失望 就科目多仍然拥有 Red优秀的色彩科学 还有超高动态范围 就看一下这些画面 高光还有暗部 你可以恢复出超级多的细节 然后至于颜色方面 人的肤色 草的绿色 这都是Red非常擅长的地方 就科目多机内就具有 IPP2的色彩流程 那简单来说 就是Red新一代的色彩科学 所以说这方面都是非常优秀的 那科目多薄弱的地方 当然也存在 那就是它的高感 就全域快门的摄影机 在高感方面一般都会弱一点 那科目多也不例外 就在高感方面和Red双子星 有着很明显的差异 就双子星我可以把ISO 推到3200或者4000 仍然得到一个可用的画面 但科目多 我可能ISO不会超过1600 这是我觉得比较安全的一个位置 不然的话 就会有很多可见的噪点了 所以说假如你想买科目多 那你在曝光方面是需要 必须要考虑进去的 然后另一个神奇的地方 就是Red这次 居然在科目多上选择了 佳能的RF卡扣 就看来Red真的非常喜欢佳能 而且还有相位对焦 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RF卡扣 就目前只要你买科目多 Red会附赠你一个RF 转EF的转接环 原因非常简单 就是目前Red虽然是RF卡扣 但是它不支持连接RF的镜头 就非常魔幻 也就是说目前佳能的RF镜头 你可以装上去 但是不能用 它不会识别 所以说假如说你买科目多的目的 是为了用你的RF镜头 那你现在就可以不用考虑了 因为将来是否支持 还没有一个明确的消息 但是目前假如说你想用的话 你还是只能用EF 或者说PL 或者别的这些镜头 来转接使用 那不过假如说你使用EF镜头 你确实能够自动对焦 然后逻辑上在未来 科目多有可能能够实现 流畅的视频追焦 那我说未来 那就是说现在这个功能 还是不完善的 就虽然可以用 但是就绝对算不上是百分百可靠 Red接下来应该会花不少心思 在这个功能上面 就希望随着固件的更新 科目多也能够拥有强大的自动对焦 就拜托 这个真的非常重要 然后因为是RF卡口转EF卡口 所以说你可以有一些骚操作 比如说你可以用这个 带有安低滤镜的转接环 这些东西 这样的环境能具有 机内的安低滤镜 这些都是 这个法兰剧带来的优势 那其实很多人选择Red的一大原因 在于Red特殊的编码 就是这个R3D的RAW 因为Red具有压缩RAW的专利 目前他们的RAW格式 也被所有的这些剪辑软件 所支持 而且Red的RAW可以是显卡加速的 这就意味着Red的素材 是少有的你可以用笔记本电脑 具有流畅剪辑的RAW文件 就哪怕你是6K 都可以不用转码 直接开简 这个对很多人来说意义非常重大 毕竟你拍RAW 你后期可以随便调RSO 白平衡 然后所有的明暗信息都能保留下来 假如在能流畅的剪辑 那就超级舒服 而且因为是压缩RAW 你可以把体积控制到很小 在过去那些大的Red上面 你可以随意调整压缩的比例 但是在科莫多上面 Red这次只给了两个压缩比 就是HQ 高质量 还有MQ 中等质量这两个模式 这是我觉得目前比较重要的一个问题 就是科莫多录制出来的素材 我们确实可以流畅的回放 就非常爽 但是体积 体积真的太大了 就目前HQ和MQ体积都很夸张 一张256G的卡 HQ模式 你可以拍13分钟 MQ模式 你可以拍17分钟 就确实挺吓人的 一个小时 你至少要一个T左右的存储空间 虽然科莫多给了录制ProRes的选择 但是你既然选择了Red 我想绝大多数情况下 你应该都是会想拍RAW的 所以说现在这个文件体积就有这么一点尴尬 就你要有非常多的硬盘 才能够支撑科莫多的这个小机身的拍摄 就理论上 既然已经有了HQ 还有MQ 那应该Red也会再增加一个LQ的选项 那我只能希望这个选项出现的能够稍微快一点 然后文件体积能够再 小得多一点吧 这是我目前期望的 所以说到头来科莫多6000美金的价格 你获得的是6K40帧 4K60帧 1080P120帧 RAW的内路 轻巧的机身 全域快门 你说值吗 那我会说假如说你要拍很多运动 或者说大范围的移动 需要全域快门 那就肯定值 因为你基本上就没有别的选择了 那假如说你想拿科莫多来做一台拍摄的主机 或者说是用来做互联网的内容 那你当然可以做 因为科莫多机身很小 本质上我还是非常喜欢这个机身的设计的 而且你肯定能拍到很好的画面 因为它的传感器 还有它的色彩科学都很优秀 但重点就是它也有它的弊端在 你需要良好的曝光 你需要大量的存储 完整的后期流程来支撑这整一个摄影机 就所以说你必须要仔细考虑你的需求 是不是和科莫多相符 就Reddit软件更新确实非常频繁 而且有的时候会对机身 这个性能有很大的改进 所以我其实还是挺期待科莫多 接下来的固件的这些更新的 希望能够有自动对焦 更好的压缩比 然后各方面能够再优化一点 就因为我们现在广告拍车比较多 所以我们考虑了一下 就也订了一台科莫多 所以这次只能说是一个短暂的上手 我觉得我整体的印象还是比较好的 就是我希望它有高帧率的选项 那等到我们买到这台真正的科莫多 拿来拍了商业项目以后 我们可以再来详细讲一讲科莫多的优缺点 这样可能会更加负责还有完整一点 所以这就是我们这期科莫多的上手 希望对你有些帮助 那么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点击